财务部门在公司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决策 以下是财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财务报告、准备和发布定期的财务报表 如资产负债表、随意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其他相关的财务分析 二、预算编制、制定年度或季度的财务预算 并与其他部门合作确保预算的执行 三、成本控制 监控和分析公司的成本提供成本节约的建议 并确保公司在预算范围内运营 四、资金管理、管理公司的现金流 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满足日常的运营需求 五、财务分析 进行财务比率分析、投资回报分析等 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 六、风险管理、识别财务风险 并提出策略来减轻或管理这些风险 七、税务管理 确保公司按时和正确地缴纳所有税款 并利用合法途径优化事务策略 八、审计合作 与内部或外部的审计师合作 确保公司的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九、投资与融资 评估投资机会和筹集资金的策略 如通过股票或债务融资 十、信用管理 评估和管理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信用风险 十一、合规与监管 确保公司的财务活动符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行业标准 十二、支付与收款 管理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 确保及时支付和收款 财务部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之一 确保公司的财务健康和长期可持续性 部门的职责可能会根据公司的规模 行业和地理位置有所不同